先说说我为什么要从Bixer降级 MacOS Bixer系统正式发布没几天 我就把MacBook Pro升级了 从Catelina升级到了Bixer 升级之后整体感觉还不错 我比较喜欢新版的漂亮界面 但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遇到的第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逻辑鼠标的刷新率太高 导致系统卡顿 后来调成500问题解决 具体请看我之前发过的视频 截止到现在 Bixer正好用了两周 第一周基本上是在解决问题 第二周是正常的工作体验 在干活的时候接受不了了 我的MacBook Pro是2013年末的13寸 也就是能运行Bixer操作系统的 末尾机型 估计Bixer也是我这台电脑 能用的最后一个操作系统 平时上上网听听歌 日历、邮件、浏览器、印象笔记 这些都没问题 运行流畅 也很安静 温度也不高 我经常用到的一款软件 叫Screen Follow 9 这是一个录屏和视频编辑的软件 在视频编辑时间线预览的时候 笔记本的温度很容易来到70多度 风扇转速也很容易来到2000多转 这个转速的声音有点刺耳 不太舒服 这个问题在老版本的操作系统上 是不会出现的 可能是bug 也可能是机器性能不够 另外我还偶尔打开一下Photoshop 打开一个PSD文件 什么都不操作 就那么呆着 笔记本的温度会一直升高 很容易来到80度 风扇转速也是越转越快 但如果关闭了PSD文档 温度一会儿又降下来 可能这也是个bug 这没法干活 除了这两个比较大的问题 还有一些小问题 不过都可以忍受 比如豆瓣FM的APP不能用 还有鼠标滚轮方向的那个翻转小转件 有时也会崩溃 还有就是PD虚拟机 现在也几乎用不到了 还有个小问题需要忍受 比如多任务操作的时候 系统整体的反应会变慢 有的要延迟几秒 前台反应慢的时候 其实后台并没有执行什么大任务 比如听听歌 开几个网页上传视频 还有前台打字之类的 选个本地图片就要等上几秒 反应很迟缓 这需要忍受 如果电脑速度慢了 真不愿意拿它来干活 现在想想用卡特琳娜这一年 对MacBook就有点冷淡了 更多的是用Win10台式机 那操作速度是搜搜的 另外新系统新界面带来的新感受 用了这半个多月新鲜劲也过了 开始想念曾经流畅的感受了 总结一下 老电脑升级新系统之后 虽然能干活 但干得不爽不舒服 苹果电脑和iPhone手机很像 操作系统每年更新一次 越更新速度越慢 越来越卡 比如我的第一台iPhone手机是3-S 默认系统是iOS3 一路升级到iOS456 由于手机内存只有256M 运行iOS6的时候 手机很容易发热 续航下降 切换应用卡顿 但iOS6的界面我还是很喜欢的 即便是现在 有时候我还会用用iOS6的输入法皮肤 这台笔记本可以体验到 目前最新的Bixer操作系统 已经很不错了 很知足了 但伴随着不流畅 卡顿发热续航降低噪音大 这都是正常现象 不要奢望以后依靠着发布更新 来修复这些问题 我感觉是不现实的 未来的更新是修复bug和错误 像不流畅发热续航低噪音大 这些问题需要重买才能解决 我也非常看好M1芯片的新MacBook Pro 但我常用的软件ScreenFollow 不能在M1芯片上工作 它既不能在原生状态下工作 也不能在翻译器上工作 看他们官网发布的公告 估计得等上一年半载 如果买不了新款 又想体验流畅的速度 那解决办法就是给系统降级 降到低版本 那该降到哪个版本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感谢观看